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昨天算是休息好了 这两天要睡的比较晚 我们今天就是住的地方在高架桥旁边 早早的就有车很多 一直走来走去 又是一个大雾的天 我们今天要上山 把东西收拾好 然后出发走人 走过来街 因为我的车还没修好 今天才能修好 那我们先去买地 买点这个口粮去 哎呦没上班 买酒的 回来再买了 10点钟上班了 现在已经10点半了 今天上午我们就随便吃点早餐 现在在吃口囊 拉皮子囊 然后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40多公里很近 我们离开市区大概二三十公里的时候 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雪山了 乌鲁木齐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直接在城市里边看到雪山的城市 南山下边 这个地方叫乌鲁木齐县 我们找到一家这个农家乐 山下冬天这农家乐周边都关了 因为游客比较少 开的呢 不太多 你说这个东西应该叫蒙古包呢 还是叫哈萨克粘房呢 应该叫哈萨克粘房 我们的午餐 倩倩叔刚才吃了一个丸子说 吃的是我们的本地菜 呵呵呵 除了这道菜 这道菜是 马肉和马肠子 来 就得拿点皮牙子 然后来一块 马肉马肠的肠下看怎么样 我也来一块吧 我看 就着那个洋葱吃 有 味道怎么样 嗯 好吃啊 好吃是吗 啊我也来炒一块 吃饭的时候呢 哈萨旁边有个大棚 我们是草莓 从内蒙摘到了新疆 倩倩最喜欢摘草莓 我们摘点 吃 我看还行吧 倩倩在这 又在挑选 要红的大的 嗯 怎么屁股是白的呢 屁股是白的 这也没办法呀 他欺骗我 找那种看起来特别红的 像这样的你看 大小就不用管它 因为这边感觉好像都是那种 小小颗的那种种种 这个下边你看那 对 发霉了是不是 手过头了 手过头没人摘就烂掉了 嗯 那个太小了吧 已经搭熟了 这边那下边有很多呀 看这一千千 哇 这个红的发亮 这颗 你看 红的发亮 红的发亮 你看这颗 不如我这颗 云南那边 这东西都是很早之前山上满山遍野全市 小小的田团 嗯 然后他们当地人吃不了就采来喂猪 哈哈 因为山上这个东西滑的上不去啊 人踩着就滑 我小时候去云南的时候就满山都是这种野草莓 那你就走过去看看有没有大的 一路上把大的摘一摘 红的哦 这儿摘这个东西不能摘太多 明天就换 对所以今天晚上摘一定要吃光它 这边呢就是在南山的这个丝绸之路滑雪场 我们今天是没打算过来滑雪的 主要是过来看这个雪场 因为现在很火的那个艾文大道啊 它就在这个雪场里边 我们等会儿航拍看一下这个艾文大道 从上面就能看清楚大概的角度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体重太大了 这种太陡的坡啊 是怎么样都下不来的 谢谢大家 我来说 再唱着什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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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道菜 谢谢大家 我来说 你来说 你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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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